意大利中部阿玛特里切市两个月前才发生6.2级强震 夺走300条人命 灾难阴影依然笼罩着全国 没想到马切拉塔省维索市星期三接连发生两次5级以上的地震 而且都是震源深度只有9公里 破坏力十足的极浅层地震 多栋建筑物瞬间剧烈摇晃 部分墙身均烈坍塌 残垣败瓦洒落一地 Sinin Yes Noe成要的一 请端在大vilasse中 但远了以我们 occupied 那就随手的石并慢慢向了 穿越端更加命 紧在二层一项 的故事聊天 第四个写中 他们有很多吗 离令出的 全都好 无法 低 安全起见当地民众第一时间撤离家园 前往救灾中心避难 当地政府也向灾离提供床乳 茅潭等紧急物资救援 协助灾民渡过难关 校长队伍事后进入灾区 对建筑物结构展开安全检测 同时撤离摇摇欲坠建筑物内的民众以测安全 另外强烈地震也损毁了基础设施 导致供电网络瘫痪 升天使城堡一带漆黑一片 加大了搜救的难度 同时位于佩鲁甲省诺尔恰的一座五百年大教堂 也难逃一劫毁于一旦 意大利总理伦奇已经取消所有的官方行程 前往灾区视察灾情